大家好,我是三秒斜小尾巴上岗 那个节目开始之前啊,有一个小小的游学的硬广 10月22日,我呢,会带着大家去圆明园 这个传说中的万元之园去看一看,讲一讲 那讲到圆明园啊,你说这是清朝皇帝 他们所钟爱的园林 那里面的这大水法是融合了很多西洋的建筑样式 可是您说这清朝皇帝他们个儿顶个儿的 不都是说我天朝上国一切都有 根本不需要这些西洋玩意儿吗 怎么背地玩这些东西玩的透透的呢 对吧,那这个西洋的东西如何稳定的 在清朝的皇宫里能够占有一席之地 从自明中到圆明大水法 这个故事非常值得一讲 而且啊,您说中西园林河壁 那么东方之造园,西方之造园 东方之建筑,西方之建筑 其区别,以及他在圆明园当中如何融合的 也将为您呈现 当然了,以及雍正皇帝不得不说的那些事情啦 包括火烧圆明园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一些细节啊 咱们再在这里面好好的白货白货 很多事情啊,看细节那是不忍足足的 好了,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那就看我这制定留言 好,谢谢大家 那我们言归正传啊,之前有朋友问我说 三妙,你那个玩转政治的人到底啥时候上线啊 那个是袁老师的节目 袁老师现在非常好啊 跟大家报个平安 当然我在那里面做了比微小的贡献要再小一点点的这个贡献 总之啊,这个东西已经上线了啊 是袁老师的这个节目 当然,其实你要说我对于政治这个事情 我有我自己的一个看法 政治不是权谋 之前我跟一个朋友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 也是在聊玩转政治的人 他说,哎呀,这你怎么说 你说曹操算不算玩转政治的人等等等等 所以政治和权谋完全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您从政治家这个称谓啊 这个政治家 有人说是不是politician 英语里名叫stateman 有人说我字写的特别丑 这个我就认了 英语是stateman 而政客这个词是politician politician啊 这两个词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两个词 那政治家啊 这个是政治 而政客是玩弄全谋 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啊 首先联系就是你都要有power 你都要有这样的这种权力啊 都是一个权力的游戏 只不过啊 政治讲究的是你如何用权力去为public affairs 我之前讲过什么叫政治 就是公共事务 你如何用权力去把公共事务往前推动着走 这个叫政治 而权谋呢 我如何想尽办法把权力抓在自己的手里 如何想尽办法去打压任何想去给予我权力的人 这叫权谋 所以说您看很多 您以为在政治上特别特别牛叉的人啊 那其实本质上都是权谋家 曹操也好 朱元璋也好 你再比如说这个中国古代的很多皇帝朱温 五代十国的那个朱温等等 那你说他是政治家吗 你照这个角度来讲 很难认为是 但是他们个儿顶个儿的都是权谋家 而你们会认为这个权谋就等于政治 这里面最典型的李思嘛 对不对 李思此人 对吧 你以为他政治啊 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他真正促进了什么public affair吗 这个东西是没有的 但是他全谋啊 你想想 当时为了让自己留在咸阳 在此之前啊 他在这个厕所里看到那个老鼠 真的是毛色 非常的干枯 后来又在那个骨仓里看到这个老鼠 真的是毛色润泽 比小尾巴桃桃还要毛色润泽 于是这个时候 李思就受到了启发 说一个人的秘密啊 不但要靠自我的奋斗 也要考虑到历史的形成 我也没想到 我一个上菜的这么一个小错 怎么就能够到了秦国去拜为克卿呢 于是当时我就念了两句诗叫做西出韩古无故人 结果没有想到呢 这个秦王正开始玩的竹克力 这李思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 为了保住自己在这个咸阳当大官这样的权力 于是呢 上了一个建竹课书啊 然后就把自己的权力保住了 那么再往后呢 李思对吧 在秦国这官制做的一步比一步大 然后呢 在秦始皇他完蛋之后杀秋之谋 你说这件事情 李思玩权谋 玩的高明不高明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高明 但是您要说起来 这个东西跟政治有什么关系吗 完全没有关系 没有促进这种public affairs 纯粹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高官后路 杀秋之谋 在以后秦二世皇帝即位之后呢 我就是觉得啊 你看姚舜宇 尤其大宇那个傻帽 对不对 他呢 为了这个天底下的这些老百姓啊 去治水 把自己给弄的那个老农民 我才不学他呢 哎 有没有办法这个悠游于这个天下 而不用负责的 哎 行都则书 李思给上了一份那个书 所以李思的很多很多的所为 都是为了权谋而跟政治没有关系 对吧 那有人说 三秒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中国古代哪有public affairs这种概念 那我就想问了啊 这几千年这文明古国 你要是从商朝来算 那也三千五百年了 不是 竟然没有发展出来这种public affairs这种东西 没有public affairs 没有公共事务 那政治就决然无从谈起 对不对 那么 罗马 希腊 那个时候 他们是有这种公共事务 公共事务讲究了大家参与 那么贵族的参与 罗马的元老院 对吧 这个平民的参与 这个assemblies 这个公民大会 等等等等 罗马选的执政官 是要对大家负责的 而这些执政官呢 为什么要执政 那你不要跟我说是执政为民什么的 人家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执政是为了自己的这种家族荣誉 这种家族荣誉感 包括这种在神面前的这种荣耀 这是他们执政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动力 而有了这份荣耀之后 我对于整个的公共事务已经尽了力 那么我在整个的社区里面 我的地位当然才是可以更稳固的 你要说起来 罗马的很多很多的营造的东西 难道不是很多的这种公众人物 去拿自己的钱去修建 来娱乐大众的吗 而不是说像那个汉武帝那上林院 或者那个宋徽宗 那个耕月 我一起来 不准老百姓来靠近 那耕月什么时候才让老百姓靠近呢 这金兵都已经打到变梁成根了 这不得已才开放耕月 拿这假山去砸金兵 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public affairs 你都没有这种东西 你还给我谈什么 这个中国古代有什么样的政治家 所以说那个玩传政治的人 那个专辑里面 我是提到了一些人 那是为什么没有提到 中国古代的任何一个人 其原因很重要的就在于此 statement你可以认为 这个叫国事 对吧 而你这个politician叫政客 再次强调一遍 都是如何不择手段的 去保住自己的这点权力 皇帝要保住自己的权力 那么大臣 丞相 任何的人都要保住自己的权力 而这个权力本身 他不对这种公共事务负责 是跟自己很多很多的私欲去负责 那么皇帝有了权力之后 当然是普天之下 莫非王主 率祖之兵 莫非王臣 而普通人有了权力之后 会干嘛呢 请注意一个词叫升官发财 有了权力 你就可以有这种经济利益 所以说这个思想是深入很多人骨髓的 那么你在这当中玩的很多的东西 不好意思 那不叫政治 那只能叫权谋 当然我这么说 有人就不乐意了 说三妙 你是在贬损中国古代 难道西方就没有政客吗 太有了 难道西方就没有讲着升官发财的什么 太有了 但是整个的基本盘 人家是有这种公共事务这种概念的 你看看希腊罗马那个时候 你看看威尼斯共和国的那些执政官 如果你不问公共事务负责的话 马上就有人来监督你 就有人来质疑你 对不对 那你看这些东西 还有吗 好像是不太有 或者太没有了 甚至几千年来的历史 都在致力于消除对权力的任何任何的监督 好让这种权谋的结果去固定化 但是很可惜 因为这种权谋本质上定于一尊 跟人有生老病死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冲突的 当一个人在自然状态下发生死亡的时候 你的权力代际传承 又当如何呢 几千年都没解决好这个问题 很多人觉得 唐朝大约的确是中国历史的古代的顶峰 说来惭愧 从唐高祖李渊一直到唐宿宗再往后 你看哪一个哪朝哪代的太子得善终的 连唐朝都这个样子 你还能说什么呢 所以说这个政治和权谋的区别 其实说白了 你到底是公欲还是私欲 你的权利针对的是公欲还是私欲 那么明末清初的时候 有一些人 黄宗熙 顾元武等人 痛心疾首 隐约的意识到了这些 二十四时者 二十四加时也 对不对 隐约的意识到了这些 其实本质上就是 你说中国古代的很多书教你的是什么 全谋对于整个的这种公共事务 整个的这种 啊 Public affairs如何去处理 完全完全是没有的 所以说这句话我说了 但是这句话的原创不是我是周述人啊 说这个你们啊 要多看外国书 少看或者尽不看中国书 因为这中国古代的历史 你放在这个Public affairs这个角度来讲 那真的是定没意思 没意思 透了 行了 我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